朋友们,晚上好啊。 前两天呢,咱们做了这么一期我在殡仪馆工作的日子,这一期节目我是万万没想到,引起共鸣了。 怎么大家伙对这殡仪馆这么好奇呢? 哈哈哈哈,或者说是我发现有好多听友啊,好多有特别想去殡仪馆工作的想法。 哎呀,我跟大家先说一下这问题啊,这问题非常重要,这活可不是谁都能干的。 可能我说的和您想的不同,但是您可以问问老人们去,我说的对不对? 这殡仪馆上班,大家注意上一期的那个故事里边咱们说到了,说到什么了呢? 咱们这小伙伴到殡仪馆去找工作,师父先问了一下他的生辰八字,也就是说不是谁都能干这活的。 说白了,这小伙子算是正超上赶上了,到了之后师父要了他,可能您到了那上班找工作。 说,人家八成是不要您的。 殡仪馆的老板们,他也希望有人能长期在这干活,谁也不希望没事跟流水账一样换工人玩,刚训练出来一个工人,过些日子下病了,啪,上不了班了,老板的也受不了。 哈哈,不过这些呢,不是大家主要要听的东西。 大家是听了上一期那小伙伴呢,讲的那些事情,虽然讲的都扑朔迷离,哎,但是大家感觉是无比的悬疑,无比的贴切。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分析了,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反正综述来讲,这兵仪馆的故事看来是够吸引人的。 所以我就又找咱那小伙伴聊天去了,我说哥呀,我说咱那故事,大家要听。 你之前跟我说过,说有个事你不乐意讲,要不你给我讲讲吧,是在我在三的逼问下,在我在三的,不不,说错话了,在我在三的恳求下,咱们小伙伴终于把这故事给我说出来了。 他最后叮嘱了我,他说说这故事的时候,一定收着点口,千万注意,因为这件事他倒不是怕讲给人家,他是怕牵连上他自己。 因为他在殡仪馆工作这么多年了,唯独这件事,他是特别不乐意跟人提及的。 因为您一会儿往后边听这期故事,您就明白了,这件事实在是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上一期咱们都介绍过了,这期咱就不再介绍咱们这位朋友了,他的情况大家也都了解。 上一期咱们讲到哪儿呢?讲到了他在殡仪馆工作了一年半左右,一切都熟通殡仪馆里边的事情了,然后遇到了一次他师父和一个老头讲话的事。 这一次的经历就已经把他吓得够僵了,但是他说,必定我们是专业人士,比正常人的胆子要大,没些日子,这事还是过情。 还有大家还得注意个什么东西呢? 上一期前情中咱也说过,说这小伙子一直在殡仪馆里边上班啊,干的是推尸体的活。 说白了吧,您听着他像是已经融入到了殡仪馆的工作中了,实际上完全不对,他这其实还是在学徒阶段。 那这会儿大家就奇怪了,那在殡仪馆里边,干什么才是真正的赚钱的?或者说是以后能带徒弟,能够在这儿根深蒂固扎下去,享受着这份高收入的工种呢? 我告诉您呢,就几个位置,第一殡仪馆里边的主持人,这别人代替不了,超专业,一般人你还真来不了这个。 我能来这个东西,但我不能干这个啊。 还有就是什么呢?化妆师,这个也不是谁都能代替的,这也是需要极大的技能性。 还有一个职业就是专门清洗尸体的,这尸体来了之后得给人清洗,拿酒擦呀,拿酒精擦,反正是有讲究的。 这个职业可是需要胆量的,这岗位不是谁都能干的,而且一般女性比较少,首先力气就不够,当然个别也有女性出现。 还有就是殡仪馆里边更核心的一个位置,就是火化尸体的这个师傅。 这火化尸体的这个师傅,我估计好多人听完不服,有啥的了,不就一推往里一床,烟电钮,着火一烧不就完了吗? 可不是这样的,这里边可有讲究大了。 这个火化尸体一定把字的硬,这是首先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还有就是这师傅也得挥一些东西,他们都会念一些东西,念叨一些东西的,这些好多细节都是有传承的,您不正规的拜师,哪不可能传给您? 这是铁饭碗,那是闹着玩的。 那咱们这讲故事的小伙伴呢,这兄弟,他当年拜的那个师傅,那不就正是编习馆里的火化尸吗? 也就是说您听着上期热闹,热到了半天呢,实际上他还是个学徒工。 那这在现实生活中,谁无论干什么行业,人都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不乐意干自己的专业,干得越干越精呢? 大概在这干了一年半左右的时候,他就开始要求师傅了,师傅啊,教我点真东西吧,这火化这活我也能干,以后呢,我能给您帮忙。 而且咱们这一共就两个火化师傅,另外那师傅呢,我平时也不爱讲话,我感觉火化师是不够的,要不您就正式带我入行吧。 这次聊天啊,是他主动找师傅聊的,师傅倒也没说什么,只是告诉他说, 啊,的确,你小子能干这个,很难找到你这种八字的人。 要说干这个行啊,其实你比我还适合了,但是这行一旦入进来,可就出不去了。 啊,师傅,怎么叫出不去了? 啊,这个嘛,不知道怎么跟你形容,你懂什么叫五臂三缺吗? 师傅,我大概听过。 对,就类似于五臂三缺的这个情况,咱们这行业一旦进入了,自从你火化第一具尸体开始,你是的确能得到丰厚的回报。 但是,有些事情,可能稍微就要差点事儿了,你做得好心理准备吗? 师傅,那是哪些事情? 我可说不准,有的就是不生孩子,有的就是没有姑娘喜欢,有的身体一直就不好,有的嘛,就是干啥啥不行。 除了在这上能挣钱,财运就是低。 啊,当时咱这大哥听完就是这感觉的。 还有这事儿呢? 这怎么办呢? 师傅,有什么办法就不出现这情况吗? 没有,但是我也没有说百分之百出现这个情况。 我是怕有了这样的事儿啊,以后你怪师傅。 这小伙儿这会儿陷入了沉思中,回家是整整想了大半夜,自己琢磨到底真的要不要进入这个行业。 我听得懂师傅说的话,现在我只是边缘人物,算是学徒可进可退,但是一旦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大家别以为听到这儿,我在这儿胡说,真是这样的。 那火葬场要是但凡谁都能干,谁都能玩,那谁都上那上班去了。 经过了几天的折磨,小伙子想了好多天,终于决定了,觉得力还是大于弊的。 因为自己这学历能力,在当时的社会很难混下去,当然哥现在更混不下去了。 我现在就告诉您结果,他选择行业选择对了,不然的话,现在还不定在干什么了。 这小伙儿决定之后啊,就跟师傅诚恳的下了决心,告诉师傅说说我干,我听您的,您让我干什么干什么,我心甘情愿的。 以后您呢,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就跟着您了,您就跟我亲爹,没有区别,老了,我孝敬您。 等于这才是真正的正式拜师,之前的拜的呢,叫福毛师傅,那不是真的拜师。 师傅也实在,打这天开始,就正式带着徒弟,学一些基本的操作知识了。 但是这儿啊,得让您失望了,您想问,师傅都教的什么呀,那人能告诉咱吗? 您琢磨琢磨,那是人行业内的事,人家绝不会给咱讲的,这些咱就忽略不提了,可是这接下来的重点的事就来了。 哎,这可是跟咱故事有关系的,师傅教会了之后,让他烧的第一具尸体,他是万万没想到师傅交给他个这么难度的活。 但后来他才明白,这叫开门亮。 哎,开门的时候干的就是最难的,让你小子明白,现在你要退还来得及,以后你就下不了车了。 那大家这会儿好奇了,师傅让他干的什么活儿? 凯神,你说的这么严重,我告诉您这会儿可麻烦大了。 他们这间殡仪馆里边,停着这么四五具尸体。 这四五具尸体,没有主护停在这儿,说白了不是人家家人停的,是谁停的?是警察叔叔停在这儿。 那这警察叔叔停在这儿的尸体,那自然就不是正常人了,几乎都是什么流浪汉呢,或者是根本没有后代或者没有亲人的这些人们。 没有亲人去帮他们下葬,警察叔叔就把他们停在这儿,但是又不敢烧。 为什么不敢烧?万一那天人家冒出来一个亲戚,找你要尸体,好嘛,你给人家烧了,那这事是说不清的。 但是您呢,也别多想,咱们国家其实是有法律的,这些咱就不说了,它是有年限的,一定要存放多长时间。 停在他们殡仪馆里,这五具没人认领尸体里,其中有这么一具尸体。 这具尸体是到了时间的,大概到时间就是教这小伙子学这火化的头一个月,这尸体就到期了,也就是说可以进入火化了。 哎,您听重点啊,重点这就来了。 虽说是可以火化了,但是这具尸体极为的恐怖或者说是特殊。 怎么个特殊法呢? 因为这尸体当初从医院送过来的时候,师父就很明确的知道,这尸体一定是个故事,说白了,就是无人认领的,然后病死在医院里边。 医院肯定是救助完了,也没有人认领,没人管的,没办法就把他送到这殡仪馆来了。 而且来的时候,这师父一看到这尸体,下了师父一大吊。 这只有十六岁大的这个男孩啊,全身跟蜡蜡蜡蜡的。 蜡到什么地步呢? 师父说有点像那秋天落下来的叶子,身上就是这样的。 这得得到什么病的人,这身体能蜡成这样? 而且不只是身体发黄,这尸体啊,送到殡仪馆来之后,很快速的就推到那个动尸体的那房间去。 放进去之后,有一次师父准备挪位置检查,哎呦,一拉开箱子来把师父吓了一跳,这男孩是睁着眼睛的。 很少出现这种情况,这会儿师父就开始对这尸体有点好奇了。 再到后边经过师父这么一检验呢,发现这男尸啊,这腰的位置有一个长长的刀口,而且这刀口明显是反复缝合过的,并且还能够清晰地看得出来,在这死者临死之前,这刀口还没有完全愈合了。 因为这些事情,师父就对这具男尸呢,产生了无比的好奇,有这么一次跟医院过来送尸体的人聊天,师父这才得知, 这男孩啊,是救助站这边,送过到医院去的,送的时候告诉医院了,这男孩没有家人,是孤儿,根本没有亲戚,而且现在必须要抢救,人看来是坚持不住了。 等把这小子送到了医院,医生们这么一检查,这才发现呢,这才十六岁大的这个小孩,身上这肾脏只有一个肾了。 当时医生就明白了,这是不是让人给骗到哪儿去,把肾器官通过黑市给交易掉了。 可后来医生们跟他一询问这才得知,这甚是他主动卖掉的。 卖掉之后换了一部手机,一共拿到四万块钱,剩下的三万来块钱,全都上网吃喝玩乐,充值到游戏里边,干这些事了。 大概是两个月前,忽然间全身器官开始衰竭,由于这肾脏导致的,再加上伤口啊,他保养的不好,没有能够完全愈合。 所以说这小子在街上逛着半截街,忽然就倒在地上,送到派出所,派出所一看这不是犯罪啊,这不归我们管,就给他转送到救助站。 救助站那儿,人家接待过来他,他大口大口的口吐鲜血,救助站的人一看这不是闹着玩的。 所以就把他转送到医院来。 到了医院,医生的检查,上下经过一番检查,发现这人已经没救了,全身器官已经开始衰竭,那人的肾脏一完,就一切都完了。 也就是说,把这小子送到了医院,在医院里边没坚持三个夜晚,就一命呜呼了。 哎呀,那这接下来,这小子死了,死完了不就送到殡仪馆来,就接上咱们前情说的了。 但是咱这故事是接上了,可是咱们讲故事这大哥说,说我是万万不理解,我师父怎么把这么个尸体安排给我了? 而且还没告诉我呀,这小子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也就是说直到我烧尸体的时候,我是不知情的。 推出尸体来的这天呢,把它从冰箱里推出来,吓了我一大跳。 您琢磨琢磨,人都冻了八年了,咱就不形容了,您把一条鱼冻上八年,您都知道是什么样了,都干了,可是这皮肤的底色上面是蜡黄蜡黄的。 我当时张嘴就要问师父,这怎么回事啊,但师父明显的表情不乐意给我解释。 我呢,也没想这么多,就按照师父教的,我们的那些行业内的东西,就把它给火化了。 火化完了,师父让我喝了一大口酒,我不会喝酒,那口酒差点没把我呛死,然后就告诉我说我这算是正式入行了,打这开始呢,我就每天都开始参与火化工作,成为我师父真正的副手。 但自打烧完这小子之后,可能过了有这么二十多天吧,我就开始做怪梦了。 我在这梦里边啊,梦到一个面色清秀,但身上穿着拉里拉遢的一个男的,这男的大概有个二十岁不到十七八岁吧,由于脸上脏兮兮的我看不清楚。 在梦里一直跟我说话,但是说话只是嘴动,声我听不见,拿手伸手向着找我要东西。 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呀,起初我不敢问我师父,这种事我跟我朋友我敢说,我怕我师父瞧不起我,我不敢跟他老人家说。 因为在我们殡仪馆里边,谁都要点面子,就算是遇到这些事歪事,大家都闭口不提。 第一,怕乱了殡仪馆的秩序,第二,都是行业内的人,不让人瞧不起吗? 哼,你怎么这么没尿呢,都干这个的,这叫事儿吗? 可是到了后边没过了些日子,我这梦就越来越严重了。 严重到什么地步呢? 我梦见我在我家门口买东西,忽然前两天梦中的那个男的,打老远的朝着我就跑过来了。 跑过来之后我还来不及躲,他速度特别快,我瞪一下就跪倒在我面前,拿手抱着我的大腿。 然后一边哭着是一边的大喊大叫,但是只能看见他喊教时的表情,他说的是什么,哭时候喊出的声音,我一概听不到。 这种梦,您想想是什么感觉的? 我又是干这种工作的,连续坐上三天,我身体就不对劲了。 第一,面色蜡黄,俩眼圈发紫黑,上班的时候无精打采,浑身没劲。 没些日子,根本就没等我说,我师父就看出来了。 师父这天跟我说这事的时候,你不知道有多邪门多吓人呢? 我当时就感觉我这拜的是师父,我是不是跟上个神仙呢? 怎么我干的什么事,他都知道。 那师父这天找我说的啥呀?您呢,听我慢慢跟您讲吧。 那个,谁呀? 你最近精神状态不对啊。 啊,是不是老做梦啊? 我师父一说到这儿,我心里咯噔一下,马上看向我师父。 对,师父。 老做个怪梦? 啊,那什么? 别害怕,没事,正常,我以前也这样。 你这样啊,你一会儿啊,中午吧,中午吃饭的时候,一定拿你自个儿的钱,千万记住了,不能拿别人的钱。 上咱门口啊,就那纸扎店里边去,我告诉你你买什么,按我说的做,你就不做梦了。 师父,我买什么呀? 你让那纸扎店呢,给你糊台电脑,糊两台手机,再糊上一台你们小年轻拿的那平板的电脑,反正就年轻人喜欢的,玩的,吃的,喝的,用的,你就让他多糊点。 你告诉他你是我徒弟,给他个八十块钱,五十块钱呢,他就给你干了。 什么,师父? 糊手机? 对啊,你没见过吗? 人好多主角不都烧这东西吗? 你就听我的吧,你就烧吧。 大家是不知道师父跟我说完这些话呀,虽说说的时候没什么事儿了,但此时那气氛别提多诡异了,我当时心里扑通扑通的掉了。 我师父怎么知道,晚上有个年轻人找我要东西,难道这年轻人找我要电脑吗? 要,我们小孩玩的这些东西? 马上张口我就要张嘴跟师父讲,甚至我可能是想夸奖一下师父,您怎么知道每天晚上我梦见是个年轻人? 可当我刚要张开嘴,问师父啊,您是怎么知道? 而他找我要的是这些东西的时候,师父貌似都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话了。 打断了我的说话,直接告诉我说,哎,不用新鲜,我干多少年了? 我这么告诉你吧,那小子找我要了好几次了,我给他烧了好几次,这还在啊,怎么说呢? 哎,人都已经死了,咱不该说人家,但是咱说句实话啊,这小孩儿啊,有点贪。 好了,小伙伴们,这故事给大家说完了。 师父说完这有点贪那三个字之后,咱们这小伙伴俩腿差点软了。 我天呐,我这师父真是个神人呢,啥都知道,我大梦他都明白。 要不说这人不可以冒象,海水不可以斗粮,要打我第一天来到殡仪馆见到我那师父,我打心眼里边我看不起这死老头子,脏不兮兮,还傲慢的要命。 呵,这你有啥行的,现在我明白,我要具备他这本事,我估计我都认人不理了。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啊,咱跟大家又见面了,咱呢,好多天没讲医院的事了,这不吗? 今儿我马上就给您安排,马上就从咱这个朋友们提供的这些故事里找出来这么一期,嘿,这一期啊,就是专门讲医院的,听听咱们这一期医院的护士到底给我讲了什么故事了。 咱今天讲的这关于医院的事,先得感谢这位啊,从事护士职业的这位美丽的白衣天使小姐姐,啊,感谢这位名叫冬日的小姐姐,把这个精彩的故事分享给我们。 小姐姐说,我的这个故事啊,是16年发生的,我是北京的一家医院,算是一家国力比较大的医院,我们医院呢,每天的特色就是几乎天天饱满,排不上队。 这医院里边,你要想看个病啊,比干什么都难,病床没有一天不满的,所以我来到了这工作单位之后,每天累的回到家里啊,基本上是精疲力尽了。 小姐姐在医院工作了有两年多,由于工作能力非常强,再加上自己又特别的敬业,就被单位啊,给调到了重症室那边去了。 他说啊,嗯,应该就是在不到三年左右吧,16年的这年的冬天,我当时管辖的这病房区域啊,接来了一个比较特殊的病人,这个病人呢,32岁,而且从他来到医院的时候,人就是昏迷的,据说是从别的医院转过来的。 来到医院,后来我看他的病例,再加上跟别的医生讨论,我才得知,这女孩啊,是在医美机构,做那种抽值手术,导致全身感染,送到我们医院的时候,人呢,几乎就很难救治了。 当时身上多处未知感染,小姐姐每一天发病抽搐,经过了六七轮的抢救,这才平稳下来,放到重症病房中。 可是,以我多年的从业经验,我能感觉到,这个人希望不大了,别看又年轻又漂亮,但是这个小姑娘的生命征兆日日夜夜的在下降,虽然抢救过来了,但是随时还是处于危险的。 她在我们这家医院呢,住到第十多天的时候,这十多天中啊,已经抢救了两到三次了,每次都是逐渐进入平稳, 但隔天之后再次复发。 到十多天这会儿啊,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抢救。 这次抢救让我记忆犹新啊,那差点就让死神把她给带走了。 其实我此时意识得到,除非老天爷保佑,或者是这女孩福大命大,不然的话,这个姑娘,嗯,不会有太长的时间了。 大概抢救完了的这天晚上,我是十点半离开的医院。 我从医院离开啊,我自然得到停车场去取我的车。 我呢,取上了车之后啊,刚刚从医院开出去,老公就打来电话了。 老公在电话里边说啊,说让我给带点宵夜回去。 他说啊,他也刚刚下班到家,路上没来即买。 哎呀,他要吃的那个宵夜啊,就在我们医院旁边的小笼包。 我这已经都开出来了,可是我要回去就得转过一个转盘再转回去,这会儿我挺烦躁的。 但是他既然说出来了,我还是跑回医院旁边的那家包子店呢,给他买小笼包去了。 可把车停到了小笼包店门口,我人呢,刚刚走进到这包子店的时候,哎呦,一推开大门就吓了我一跳。 这此时,这小笼包店里边正对着我站着一个女人,这女人我似曾相识,这脸我怎么瞧怎么面熟。 我仔细的再一打量,甚至当时啊,我揉了揉眼,因为我不相信眼前站着的竟然是她,因为在我眼前站的这女人呢,正是刚刚抢救的那名女人。 就是前两天啊,住到我们医院,抽职手术,面临病妹的那个人。 可是我当时脑子就混乱了,这人不可能下床啊,这人已经几天都没有进食了,这怎么还跑到小笼包店买包子来了? 我当时啊,头皮就一紧,紧完之后我就对她微笑了一下,因为她就正对着我面前,非常的尴尬。 此时小笼包店里空无一人,除了远在几米以外前台那站的服务员以外,客人一个都没有。 我冲她微笑点了下头,她没说话,还在那儿站着。 更奇怪的是,她的眼睛并没有看着我,一直朝着远处的天花板望着。 呦,这会儿我就有点,那上不来下不去的。 虽然提不上是害怕,但是那股子劲儿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又不敢确定这个人就是她,可是长得太像了。 我当时啊,发现她没理我,然后就继续朝着小笼包的售卖窗口那边走去。 走到售卖窗口那儿,买小笼包的时候我也心不在焉,一直回头瞧的。 这个女人一直背对着我,没有转过身来。 然后当时这边卖包子的服务员呢,就询问我要什么东西,我肯定得转过来跟服务员对话,就对话的功夫吧。 我一共没超过二十秒钟,等我再转过头啊,站在我背后的那个女人,消失不见了。 这点包子的过程中我根本心不在焉,满脑子想的都是那女人到底是不是我病房里的病人。 点完包子之后迷迷糊糊的,我就提着袋子朝着我的小车走去了。 刚刚走到小车,把包子放到副驾驶上,我就调整反光镜,然后准备着车倒车呀,开到公路上去。 我这一伸手调整反光镜啊,吓了我这一大跳啊。 此时,刚刚我条件卖包子铺里的那个女人,就坐在我汽车的后座上边。 顿时吓得我尖叫一声,车呀,我也不敢着了,一下子我就趴在了方向盘上,我就哭着开始跟后边说。 你,你是谁呀?你,你怎么上的我的车呀?你,你要干什么呀? 护士小姐姐一边说着话,一边把手偷偷的就摸到了中控方向盘上。 怎么回事啊,她得摁中控啊,因为她刚把车门锁上,不然手拉车把手是下不了车的。 可是摸到了中控盘上啊,她说我的手已经发抖了,而且又怕后边的人看见。 因为这会儿啊,我想脱逃,开车门跑了。 可是,当我摸到了方向键上的时候,无论我怎么按开锁键,这全车的锁呀,就是不打开。 因为我车刚才是通电的状态,车钥匙我拧了,这怎么车锁不管用了呀? 此时小姐姐一边趴在方向盘上,手啊,就拼命地按着开锁键。 就在正紧张的时候,坐在后座的那个女人,就跟咱这女护士说话了。 妹妹,你别害怕,我不是害你的。 咱俩俩认识,你都照顾我好多天了。 我实在走投无路,没有人能帮我。 我知道,我已经时间长不了了。 妹妹,我告诉你个密码,这是我的银行卡,你一定啊,把它告诉我家人。 我在东北的老家呀,有个儿子,儿子跟着我妈过,我没把她弄到北京来,因为我在北京这边又结婚了。 这由于结婚之后啊,我知道自己年龄已经够大了,我就特别地注意身材,没想到啊,拒抽纸成了这样的结果。 我北京的这个老公啊,不喜欢我孩子,我万一,要是死了,我儿子就没人管了。 我手上有点钱,你千万记住了,我跟你说哪家银行还有密码,一定啊,告诉我儿子。 哎呀,这趴在方向盘上此时的这个护士小姐姐啊,让后边这女人给吓的呀。 她说我一直都不敢抬起头来,就这么听着她说,她在后边叨叨了半天,重复了半天的意思,就是让我呀,把这银行卡告诉她的家人。 我当时没想这么多,什么都没想,我就一直地在,嗯,嗯,嗯,这样,答应她。 我嗯了半天,嗯,嗯,嗯着,嗯着呀,我就发现,她忽然间不说话了,然后隔了起码好半天吧,我已经感觉不到她在我车上了。 我鼓起勇气啊,再往车后座这么一回头,那个女人哪,消失不见了。 哎呦这会儿的经历 把咱这护士姐姐可就吓坏了 这下小姐姐可就开不了车了 她说我当时双手发抖啊 我此时不知道该从车上下去 还是继续坐在我车上 我人已经慌乱了 两眼呢止不住的流出眼泪来 最后坐车上响了半天 最终这才决定下了车 自己一个人呢自溜一下 又钻到包子铺里了 包子铺里的服务员呢 当时看她的举动都觉得 这人是不是神经病啊 刚刚这女人进来买东西时 就奇奇怪怪的 问她要什么包子 非问非所答 现在她在外边汽车里坐了一会儿 又哭着回我们包子铺了 包子铺的服务员也没搭理她 咱们的小姐姐就这么呆呆地 站在包子铺里 站了半天 这才再次反应过来 这会儿啊 她打了电话 给了她的老公 当时给老公打电话 电话过去 她说我一直就是哭 老公那边都吓傻了 问我怎么回事 我怎么跟她解释啊 讲不清楚啊 我就告诉她 我说我遇上鬼了 我老公听的 哎呀 这这我媳妇是疯了吗 可是此时我的这个状态非常不好 再加上我说话的口气 我老公不得不害怕了 他就让我在包子铺等着 老公这开着车就奔着我这来了 足足在包子铺里等了好长时间 老公这才赶到我们单位门口 然后这才把我给接上 这等见了我老公啊 我这心啊 才踏实下来 回家的这一道上 我那车也没开回去 坐着我老公车回去的 一路上 我老公反复的问了我十遍一声 我把刚才的经历啊 给他不停的讲 我觉得 我当时能感觉得到 我老公半信半疑的 总觉得我是累坏了 照顾病人压力太大了 产生幻觉了 可此时的我呀 已经把刚才那个女人 告诉我的银行地址 还有银行的密码 全都记录下来了 全都记在了我的手机上 因为我总感觉 刚才发生的那一幕 不像是幻觉 我是有必要把这些东西 记录好的 就这样 老公开着车 带着我回了家 回到家里之后啊 我浑身发麻 头脑慌乱 结果 老公给我出了个主意 让我给单位打个电话 问一下 那个女的到底怎么样 哎呀 这电话还不如不打了 我把这电话打了回去之后啊 我一问同事 这才得知 那个女人 就在我买包子的那会儿 就已经停止心跳了 我的妈呀 这下我老公也不得不相信了 当时咱们这个护士小姐姐 吓得呀 她说 我就不再是像刚才的那种感觉了 刚才我 我也不能确定自己 到底遇上的是啥 此时我吓得 人都快昏过去了 等到了转过天来 护士小姐姐还得上班去 到了单位啊 这一询问 她才得知 昨天晚上去世的这个女病人 从在医美发作之后 人就是处于昏迷状态 一直送到我们医院来 这些天神志都是不清醒的 也就是说 她为什么要让小姐姐告诉银行账号 这是能够解释的 因为她自己呀 没机会说了 当时咱这护士小姐姐想了半天 该不该把昨天晚上的经历告诉同事 可是 毕竟这都是高学历人群呢 她琢磨了半天呢 还是憋心里边 憋说了 但是不说不行 因为接下来 这小姐姐心里产生了一种压力 因为她觉得她必须有义务的 把这个银行的事情告诉人家家人 而且咱这姑娘还挺聪明的 她觉得她不能告诉这小姐姐的老公 所以说呀 从这女孩死后啊 她就一直贼着来办理手续的人 这些人明显都是北京口音 一听就不是东北人 还有啊 当时这女孩的老公也来了 这护士小姐姐有些都是认识的 怎么找也找不到所谓这女方家的人 直到后边 这个女死者的尸体啊 在停尸房停到第四天的时候 这南方这边都没有料理后事 意思就是说 得等女方那边来人 到了第四天呢 咱这女护士终于瞧见了 东北人过来了 这人一来了一瞧就知道这是娘家人 而且其中啊 有一个五十多岁 接近六十岁的女的 这一看就明白 这正是这姑娘的妈 咱这女护士说 我当时刚看见她妈的时候 她妈已经哭得都疯了 那人都已经崩溃了 等于是这女的从发病的时候 南方就没通知她的家人 因为这南方认为不至于死 可是后来啊 病越来越严重 等通知家里边那会儿啊 人已经不行了 也就是说 站在人女孩妈妈的角度 这是个突发事件 这换做谁谁接受得了啊 所以咱这女护士 并没有直接把这事告诉她母亲 等到到了晚上 她母亲在医院里边 办理了半天的手续 然后啊 偏要闹着看她姑娘 把这些所有的情绪 全都闹过去了 咱这女护士 这才决定告诉她母亲 女护士当时啊 写了一张纸条 把这女孩那天在车上 跟她说的密码 还有银行开户行的地方 全都写清楚了 护士小姐姐说 我是亲手交到她母亲手里的 我没跟她母亲说这么多 我告诉她母亲说 这是您女儿生前交代我的 嗯 不让我跟她老公说 说她给您和孩子留了一笔钱 因为咱们这个护士小姐姐 是非常善良的 她不希望把这些吓人的事啊 再告诉人家家人 您想想 人家家人这得受多大的刺激啊 直到了最后吧 到了后边 我也一直在询问咱这护士小姐姐 我说那你正没证实 你那天 别管是不是幻觉 你得到的这个银行密码 还有银行 这到底是存在的吗 护士小姐姐说 我哪敢问呢 我又上哪问去 难道我给人母亲打电话吗 她给你留了多少钱呢 我给你那密码账号都是对的吗 哎 这会儿啊 咱这护士小姐姐给我这一讲 我觉得我这话问的多余了 我瞬间反应过来了 哈哈 因为乡下的母亲和孩子 那是真的需要钱的 护士小姐姐既然把这账号密码 告诉她了 那老太太回到东北那边 要是提不出钱来 您觉得能不回头找护士吗 所以我觉得 这正因为是老太太啊 拿到了女儿给她留的这笔钱 所以咱们的护士小姐姐接下来 就没受到骚扰 不过大家放心 必定给咱们讲故事的是个小姐姐 我没把我这想法啊 告诉她了 因为当时我觉得那个气氛 我们俩在聊天的过程中 我怕她 害怕 好了 朋友们 这期故事就给您讲完了 故事就是故事 你看我这期是有点 又有点过了 我自己能感觉得到 又把故事讲得像真的了 您千万不能当了真啊 你当了真之后 后边我没法讲了 咱就是真的 您也当成假的 这样呢 我能张开嘴 什么精彩的事 我都敢跟您喷 就扯到这了 您听完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意见 您节目下方留言 那咱们本期节目就说到这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